莉莉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女演员,其青春可人的面容和优秀的身材,都使她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。 虽然她在舞台上光鲜亮丽,但在私下她承担着非常大的压力。 莉莉本是前途一片大好的女演员,但因为不满经济公司频繁化东西,导致自己收入不稳定。 因为经济结局收入低,导致莉莉心态爆炸,公开披露日本经济公司超高的片头抽成底力,更是在直播中吞服大量安年药。 所幸没有出什么大问题,莉莉心态稳定后和公司讨论,决定继续工作。 可在去年8月,她又在社交平台上传一张手臂由血脚而后删除,随后,她的工作被公司取消,变得粉丝担心不已,害怕她又做傻事了。 因为工作压力大和情绪的不稳定,莉莉曾决定暂时休养一段时间,三个月后,才以新一名付出继续工作。 除了工作不顺,莉莉圈内好友透露,她曾遭暴力侵犯,导致失去了生育能力,加上前男,又吃软饭。 因为生活和工作中出现了这么多不顺心的事情,给了莉莉很大压力,才让她做了傻事。 所幸她现在振作起来继续工作了,希望小姐姐抛开烦恼,积极地面对生活。 我